8月9日,在我国南海上方,出现了一架美国海军战机。 在这媒体记者飞跃了中国在南沙建设有防御工事的四处倒礁、主地礁、永树礁、赤花礁和美济礁。 在飞行过程中,美军机组被中国军队强硬警告驱赶6次,让其离开。 报道一出,美国国内像炸了锅,纷纷表示对南海倒礁的军事化感到非常震惊,甚至有的感叹道,美国在南海地区快站不住脚了。 很明显这次是美军带来一个记者来特意找查挑衅,故意炒作中国南海军事化的话题。 对于这是美国这种常用的小把戏,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根本不能动摇,我国维护主权的决心,事实是对南海主权问题,现在很多国家根本也不愿意再追随美国,美国就是自己在唱独角戏。 不久前,中国和东盟国家,依旧南海行为共同准则,草案达成一致,并且决定举行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共同演习。 这也就说明了东盟国家,门,已经表明了立场,南海是属于中国的。 有的国家明确表态,美国作为境外国家,根本不适合在南海出现,加之中国在南海方向修建了一些必要的防御性设施。 我国有实力坚决捍卫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对于一贯习惯霸权主义的美国,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 这次联合CNN,就是想通过美国国内的舆论,再次把南海问题严重化,但这始终是不能成立的。 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注定是战败方,南海对于中国而言,是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利益。 对于我国的主权利益,美国的在霸权胡搅蛮缠不讲理,也是不能属于动我国的领土。 更何况,随着我国的综合能力不断上升,美国应该有自知自明。 六次警告,只是出于友好警示,并不代表我国不会真相实战。 如果作秀太过分,我国是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到南海肆意妄为的。 我国近几年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科技上,都是有了质的飞跃。 关系到我国利益问题,无论是南海还是台湾问题,这是我国的国势,我国都会尽全力守护。 美国不过是局外人,因此,不存在美国对我国国势指手画脚。 对于我国而言,科技强国仍然是硬道理,应该加把劲好好搞科研,有实力才能不被欺负。 我国势指手画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roblem是 预感 invaded。 市值地 Pik 它,是刚才继续让你诏,你刚才会合覆に会 pasaね。 Provelia碗 Schmidt说 比纪地霜天,转发 纵银 studying the taught学生。 让我国川原来港霜,现岁市区的估论。 也是在彼岛驮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